谁也没有料到 今年暑期档剧集轰轰烈烈播到现在 最出圈的角色竟然是《我的人间烟火》里戏份 夹起来不到两个小时的孟艳辰 饰演孟艳辰的魏大勋 也由原本的综艺咖一下子晋升为炙手可热的流量 剧播期间 微博涨粉超过一百万 《我的人间烟火》的领先主演杨阳 也一定不会想到 这部由他所在经纪公司出品 众星捧月打造的偶像剧 会让他遭遇出到至今最严重的形象危机 观众纷纷化身为朝阳区群众 导致杨阳没做什么塌房的事情 却承受了塌房般的嘲讽 此次杨阳形象坍塌风波 既是内娱观众苦顶流 加烂IP久以后的觉醒 也是女性观众对线偶需求升级的结果 她们对线偶作品中的娇妻形象非常反感 导致剧中男女主之间的感情线令人生厌 完全刻不下去 而对男主女杨阳王楚然而言 更加严峻的舆论风波则是 观众纷纷联系到戏外两个人的恋情绯闻 将对剧中情侣的厌恶感投射到了本人身上 如果说魏大勋男配角的维谷科爆红尚属偶然 那么紧接着之后 十余天在舆论场上发生的男女主角 遭遇群嘲待遇 则是必然的坍塌效应 我的人间烟火拨出后 在舆情上的失控 造成了今年这个暑期现象级的另类奇观 其中一大原因自然来自观众的反扑 那与观众苦鼎流夹烂IP久矣 剧集播出的一开始 主流风向还是魏大勋梦絮时分禁忌恋横空出世 然而随着剧情推进与对比 风向逐渐吹向男女主身上 甚至开始攻击演员本人 观众们仿佛一夜之间都恍然大悟 发现了羊羊演技的秘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